好 颱风从东南部接近台湾 在东部台东富岗渔港的渔民 也赶快趁着稍微天气放晴的时候 回港要进行防台作业 另外玉山也在周四凌晨5点半 预警心的已经封山了 登山客虽然失落 但是为了安全 当然只能全力配合 天吐颱风步步进逼 排鱼山庄人员正在宣导防台措施 却还是有民众没被劝退成功 还是决定继续爬 可是一个小时过后 平等大概5点 我们预管处 我们就会在此发布取消入园 好 风扇的动作 在原风扇屋 预管处人员宣告风扇 登山客各个难掩失落神情 不过安全第一还是要配合 因中央气象署发布天吐海上台风警报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 自11月14号早上5点半 发布禁止入园公告 防范天吐颱风的不只在玉山 台东的渔民也纷纷进行防台作业 战然的海洋和日出连成一线 美丽的画面宛如暴风雨前的宁静 台东复岗渔港的渔民 趁着天气稳定纷纷回港 将渔川绑绳固定 各地民众做好预防措施 就是要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害 记者南投台东综合报导